大家好 今天是1月4日 星期三 港股今天的表現是很厲害 用勁字來形容是很合理 因為升六百多點 如果你計算過去這兩天的時間 大市都升了差不多一千點多 如果用昨天的低位去計算的話 大市的升幅是差不多一千五點 即是反彈的反彈幅 如果你從昨天的低位去計算的話 這個表現也可以說是一時無量 不過不是第一次 印象中其實上年有一段短的時間 港股也變得很沙漠 然後就是排名外圍 其實如果以過去這兩天的時間去計算的話 大市升了五百分之五 應該是一眾的股票市場裡來計算 應該都是表現 我想都是最好的批 甚至是最好的市場 那有沒有什麼因素 在市場上升那麼多呢 我嘗試跟大家逐樣去解釋 逐樣去解釋 首先 有一樣東西 炒復償加通關概念 這個大家都明白 因為炒了很久 第二 就是科技股 科技股今天表現 不只這兩隻 還有一隻京東也是 三隻的升幅其實很厲害 三隻我記得這條數 都為了恆子貢獻了 都差不多接近二百多點了 大市的三分之一 都是來自這三隻股份的 接著有幫 匯控 其實他們加起來 都升了差不多三百多點了 你可以說 大市有一半的貢獻 都來自這五隻的股份 但是 騰訊這些 大家都知道 今天去隨政 如果大家頂著騰訊的話 明天去隨政 大家在三月的時間 就可以獲得美團的股份 也不是第一天說的 大家如果看我之前的影片 也有提到騰訊 因為這段時間 有很多筆水 我相信是筆水的緣故 令到 他們不買 數貨 支撐著港股的表現 另外就是 本身 好像京東這些 有些反彈 還有我想是氣氛 氣氛其實很支持著 港股的彈幅 這一刻是科技股 還有一個消息 內地方面 阿里巴巴 就因為說 重慶那邊 這個叫做 萬里金服 又給它增資 大家覺得 有機會 放生這個 這個叫做 萬里 即是阿里 所以今天有一點 其實阿里 不只是 阿里巴巴 甚至乎 阿里健康 也升很多 當然 阿里健康 有自己的因素 但你可以說 今天阿里的情況 是很不錯的 很厲害的 這些消息 也支持著 科技股的行情 那 如果再推下去 其實有一個消息 就是今天 下午的時間 有些朋友聊天 有些說 這排是討論區 不知道哪裏 我不知道哪裏 當年 但是這件事 即是QE 我暫時 不太相信 也是當市場的傳聞 甚至乎 人們當是 說一下 我暫時先報仇 這個看法 以上的消息 令到市場 比現代很強勁 再用它拆解 或者再說 情況 因為以 好像騰訊 這個情況 明天除靜之後 它有教育的調整 還有 有些理好的 憧憬 有機會暫時會停一停 那 我之前也說 ATM裡面 我最看好 其實是 阿里巴巴 即是這段時間 因為 它沒有看到負面消息 反而騰訊 和美團 都還有一些減前的陰霾 反而壓力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當有好消息的時間 它有隔離彈 所以大家 很多朋友 我相信都是 可能9月頭的時間 買到阿里巴巴 不怕拿著它 我覺得 可以考慮一下 拿著它 但是 你說 這個總科技 科技的聲勢 能否保持不住 就有問題 因為 其實你說 美國那邊 都將會出一些經濟數據 以及 因為會有 原住局的議息會紀錄 這些 萬一 可能出現 其實科技股 有機會受壓 你看見 這陣子 美國的科技股 其實是 走勢很差的 今晚大家都知道 蘋果 加上 Tesla 都跌得厲害 待會有時間 或者我記得的話 大家可以聊一聊 但先說一下 廣估 科技股的行情 我覺得有些變數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福Sir的事情 其實這個概念 真的很支持廣估 你也可以說 1月8日之前的時間 我覺得 還是會撐住 甚至 其實你說 什麼時候見真章 不是1月8日 是 農曆新年那段時間 因為 農曆新年那段時間 即是春節假期 現在不是放假期 因為現在 某程度上 你現在不是假期 那麼 人流未必多 但是 你可能真的要放假了 即是我們這方面 即是春節假期的時間 真的 看看到時候 那個 人流的情況 看看到時候 那些 澳門當地的 那些旅遊業 博彩物很厲害 那就真的見真章 所以你可以說 這些 復償的股份 都還有 充滿了一炒 即是那個衝勁 都還保持不住 所以 如果大家 本身有這些貨 可以保持住 只不過是 市場本身 打得太厲害 即是你想想 這幾天打 但是太誇張 我反而覺得 市場 是有機會 有些調整 但是那些調整 又不會多 因為如果你回到現在 這個回合去看的話 即是 也很老實 那你以大成交 衝破了2.0天線 也都今天 再進一步 可能叫做 再抽升上去 以傳入高位去收 你用什麼角度 去看也好 今天是厲害 甚至乎 你用成份股 來計算 其實你今天 跌的股份數量又不多 只有幾隻 好像只有八隻 還是六隻 那不多 全部都升得很不錯 所以氣氛 走勢 其實全部都很利好 只不過是因為市場 升得太急了 短期內 我相信有機會 可能會先回調 到大概 20400例 20500例 就是2050天線 那些位置 可能都會先拉一拉腳 即是不出氣 所以大家 有些貨底 即是科技股 即是科技股 吃一吃轉戶 沒什麼所謂 那 復常概念股 如果有貨的話 就繼續搶著 沒有貨想追貨的話 也只是適合 追回這些復常 通貨概念股 都當短線 可以想一想 那 大家 有問題 我發型的問題 其實我是戀 我一頭髮 之後就亂遮瑕 昨天可能 遮瑕了 不知 像什麼鬼 所以不好意思 不過 以後都是這樣 希望你們不要見怪 那 講一下股份 ATM 剛剛都輕輕 講一下 不再提 我先集中講 兩隻股 講一隻 二、三、八、二 還有一隻 豪島的概念 好嗎 先講這兩件 先講 不如先講豪島 因為剛才有講過一遍 先講豪島股 豪島股 今天仍然是升得不錯的 你看到仍然是升的 當然 升股又不是之前那麼厲害 大家還是等 那 我就拿了一隻二、四、二 大家有看過一些 youtube 之前的youtube 還有 有看我的節目 也知道了 二、四、二之前買下 也是炒 通關 復常的概念 我覺得還會有憧憬 至少就是 剛剛提到 你通關 你真的說 去到 見真章 是春節隔期的那段時間 就是二十多日的時間 現在 按道理 還可以炒作一下 在庫房 因為 純粹是 本身的 憧憬還要存在 所以 賭搜數字會反彈 這是必然的事 但是 昨天也和大家 聊過 其實 你跟豪賭數字去看 2014年的2月 那時候最厲害 380億 一個月 只要無意為計 更加之 上年的時間 剩下四百零億 少了 反彈會有的 不過 這些股份 大家都說 你當是 先拿著 先看看 20多日 什麼情況 那 242 又多點憧憬 因為始終不要忘記 那 你 飛翔的船 復速回 我相信 也有一波人流 會過那邊 那 對於 對於 我來說 對於 信德來說 變成是 1242 變成 雙機 和復常的概念 我想 都還會對股價 有些幫助 因為始終股價 跌了很多 看看情況如何 另一隻 就是 今天想說 多一點 2382 今天 跌幅最大的 藍籌 跌了超過一成 曾經跌幅 不止這個數字 跌了一成半 跌了那麼多 原因是為什麼 最主要是 因為大家看到 蘋果 說 CUT DOWN 一些公眾商說 要CUT DOWN 因為最主要是 MacBook iAirport 可能 消費的情況 不太好 有CUT DOWN 所以 需求比較脾弱 今天 是有些手拖 不止他 另一隻 就是 高位電子 也是 1415 也是 反而 瑞燒 沒有什麼 這下令我驚訝 反而沒有什麼 不過這隻股份 是比較古怪的 還是不理他 就先說一下 這件事 其實信譽 你說他有沒有功課 給蘋果 我不敢說他沒有 但是 數量應該不會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 留意一些 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報導 以往的時間 蘋果公司 那個鏡頭功課 最主要的供應 其實是 大立光 台灣的大立光 以及 玉晶光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所以 按道理 對於宋宇 來說 其實你說是否一個 很大的影響衝擊 我覺得其實 不算很大 純粹是蘋果這件事 你看 但是 突然說 整個行業本身 都是危 你看到 全球方面 手機的需求 其實都是差 都是不太好 今年有沒有機會反彈呢 我覺得會有 但是不會多 因為最主要就是 其實 我剛才說 這手機 現在 有沒有一些很新的功能 令大家覺得 是不用不行 等於你當日 用一些 傻瓜機 你轉到智能手機的時間 再之後的時間 去用Apps 你不能抗拒 因為Apps太方便 就是 你用人 可能有些誘因 去轉 除了你用了久 要轉之外 其實現在 要換手機 大家都未必換得那麼密 對 對於 順宇這類公司來找 其實是有些挑戰 而且不止 其實競爭也很大 而且 你看看 順宇本身的出貨量 如果回到上年的時候去看 出貨量不可以的 是差的 是差的 唯獨是 汽車的鏡頭 即是 汽車的攝像頭模組 和鏡頭 反而是比較好 可以保持增長 但問題就是 當你現在 連汽車鏡頭的需求 都能跌的時候 其實你想想 兩方面都不可以 即是手機 可能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 之前的行程 你看到手機市場 都不可以 那些行程都唱 類似 或者 這個 汽車鏡頭 是正常的兩點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但是 當你現在 連汽車都不可以的時間 變相之下 這個 這個 叫做 信用這些 就真的有點難搞 即是 業務發展 真的很難搞 很大挑戰 所以我估計 今天跌這麼多 這些是有因 其次有兩個 一個就是 今天有一個消息 它發了一個 可持續的 債 詳情未知 會詳情的 但它的通過 只有幾句 就是說 這個消息 會否導致到 它的股價跌 我又不覺得是 但是 你連來來說 又不可以 說 不行 另外 我相信 其實在這些消息之下 你看到我們 那隻 叫做 什麼 那隻 哪隻股份 叫做 是 那些 立信精密 沒錯 都跌很多 我覺得 筆水 有機會都會沽貨 這些筆水沽 就是順餘 導致它沽壓 會加劇作 這些就是順餘的 今天跌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 就是說 你想想 當你車油不碰 手機又不見 起色的時候 那麼 你的業務的前景 自然就一定是不樂觀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經常強調一點 手機設備股 你好聽一點的 就是 叫做手機設備股 因為他們 以往的時間 增長是很厲害的 增長很出色的 可能是一間實力的工業股 那幾個公司 慢慢變成一間很大的公司 還有藍籌 但是 好的時間 就可以很好 但壞的話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一間工業股 官業股的估值 其實是不會高的 但問題是 現在的預測P 都成二十多倍 所以 你說有沒有機會 打活圓形 甚至乎 那個估值 中一個部備 叫做擠壓的話 這個是不出奇的 所以就變成信譽 除非真的看到 它的出貨量 有些比較顯著的突破 如果不是 真的都不會想 這隻 我覺得雖然跌得比較多 但都不會想 這樣 另外 就說 不如說多一隻Tesla 大家不小心聽我說 我講一下美股 不過 Tesla 其實我覺得 你問我的話 是有些吸引力的 我真的覺得 這隻的股 真的難船有三分釘 我又 當時我還沒買 我也有些部署 想再加一些美股 不過我真的還沒想 而且 Tesla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我一向都不喜歡 Eomus 那這也不是 它的原因之一 一大原因 那 看看怎樣 或者我會考慮 買 Apple Apple 雖然說 速貨量很差 但又是那一句 它的技術 有些真的 你不可取提 還有就是 它的iCloud 或者iTunes 那些東西 大家有時候 要買一些Apps 不要用它 那些 Apple ID 那些東西 那些 你用很多服務 可能你訂購東西 甚至乎 你交錢 搭車都用到 很方便 這家的商機 我覺得很大 所以 看看怎樣 不過 我暫時 還沒有什麼 特別的行動 如果還有什麼 想買的時間 到時我再跟大家 研究一下 好嗎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